小镇老板娘神秘失踪 一名农夫却诡异一笑说道 他没有失踪 就在自己家 警察忽略了这一线索 却没想到 几年后推开农夫家门 不仅找到了失踪的老板娘 还有用她的人皮缝制的大衣 以及 1947年到1952年间 沃沙拉郡发生了几起失踪案 从8岁女孩 15岁的保姆少女 到两位中年男性农夫 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失踪 警方却无能为力破案 但奇妙的是 这几起案件 都与普兰菲尔德有关 只是当时的人们 还未能发现其中的连结 更没有想到 普兰菲尔德的某位孤僻的农夫 就是这些案件的幕后黑手 1954年 普兰菲尔德镇上的酒馆老板 玛丽霍根失踪了 玛丽霍根是居民都认识的人物 郑民也都知道 孤僻的爱德盖恩 似乎对霍根很有好感 霍根失踪后 曾有郑民对爱德开玩笑说 如果你努力点追他 现在他就在家为你煮饭 而不会失踪了 想不到爱德 竟然对这个玩笑抱以诡异微笑 然后说道 玛丽没有失踪 他就在我家 郑民们都觉得爱德 讲了个无聊又难笑的笑话 但他们并没有想过 这句话中 还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 郑民们虽然不害怕爱德 却渐渐对他缺乏维护 宛如废墟的农场感到害怕 几乎没有人愿意拜访 自然也就无人知道 失踪的玛丽霍根真的在他家 而财人的真相 直到1957年才被真正揭开 1957年11月16日的早晨 58岁的吴金行老板娘 伯尼斯·沃登也失踪了 那天正是打猎季节的开端 许多男性证明都跑去打猎了 有些证明看到沃登的吴金行 竟然是关闭的 虽然感到习惯 却没有想太多 毕竟老板也可能跑去打猎 目击者告诉沃登的儿子 法兰克·沃登 说今天吴金行没有开 法兰克·沃登不是普通证明 他正好是当地的副警长 他得知母亲的吴金行没有开 深感事情有问题 便前往现场一探 到了现场 事情果然很不对劲 收银机不见了 而地板上满是红色液体 法兰克一看就知道这是血 于是他随即找来警长处理案件 并很快指出嫌疑犯是艾德·盖恩 为什么法兰克会怀疑他呢 因为法兰克这阵子常常听到母亲抱怨 艾德·盖恩经常跑来骚扰他 要约他出去看电影等等 前一天 艾德来问防冻机的价格 而伯尼斯沃登失踪当天 早上留下的最后一张纸条 证实防冻机的收据 众人快速展开行动 逮捕了艾德·盖恩 并前往他的农场搜索 这一搜不得了 艾德农场里所包含的罪证 远远超乎了他们的预期 在进入房门后 警察被房间里的恐怖景象 吓得毛骨悚然 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恐怖的场景 这里倒挂着伯尼斯沃登 被砍下头颅的遗体 而在农场的厨房里 还有用头骨做成的碗 被当作面包一样烤得人心 艾德的客厅 卧室杂乱不堪 碗如猪窝 这里有人皮做的灯罩和椅子 坐垫 有嘴唇做出的项链 乳房做成的背心和皮带 以及女性脸皮做成的面具 警方一共在这里 搜出了大约15具女性尸体 因为都被肢解过 而且艾德也用掉了很多 所以真实的数字可能会更多 警察询问时 艾德大方承认了这些尸体的来源 除了谋杀 也有的尸体是来自挖过的坟墓 都是些下葬不久的中年女性 因为艾德的记忆有问题 所以他回忆不出更多的事情 他确认从坟墓中挖掘过8具尸体 不过艾德却记得并承认了 1954年失踪的酒店老板 玛丽霍根 也是他谋杀的 认识艾德的人 说他是个不苟言孝 忠厚老实 埋头苦干的农民 没有人把他和变态的恶魔联系起来 但所有的连环杀手 都曾是天真无邪的婴儿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长偏了 这个问题 有许多领域的专家试图探讨 答案却至今未有定论 是什么让艾德盖恩成为薄皮杀人魔 或许他的童年经历 可以让我们窥知一二 艾德盖恩出生在威斯康新州的一个小家庭中 是这个家庭的次子 父亲母亲哥哥与他组成的一家四口 就是艾德盖恩孤僻一生中唯一亲近的对象了 艾德的父亲乔治 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 他是一个酒鬼 总是在换工作 从木匠 皮匠 到保险销售员都干过 甚至也开过杂货店 最后 乔治把杂货店卖了 带全家搬到了沃沙拉郡的 普兰菲尔德的偏僻农场 从此 这里便成为了盖恩一家的住所 艾德的母亲名叫奥古斯塔 她是个非常虔诚的路德派基督徒 极度痛恨酒精对人的影响 因此 她恨透了自己没用的酒鬼丈夫 奥古斯塔认为自己以外的女人都是邪恶的化身 恶魔的傀儡 为了避免两个儿子长大后变成他们的父亲 或遭到女性的毒手 奥古斯塔每天下午都带他们朗读圣经段落 希望两个儿子能够成功摆脱邪恶纠缠 两个孩子唯一能够离开农场的时间 就是去学校上学的时候 艾德本来就是个害羞 又不太擅长与人相处的小男孩 在失职的父亲与高压的母亲底下 他的社交处境遭到不能再遭 他并不是没有交朋友的机会 但每次有朋友跟他亲近 他就会被母亲严厉惩罚 导致他无法交友 艾德的学校成绩其实不错 如果他的父母不是这副德性 或许艾德可以有不同的发展 但人生没有如果 艾德依旧只能待在父母的偏僻农场 贫穷度日 过着没有朋友的孤单生活 不过在我们眼中看起来可怜的艾德 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他从来没有想过生活在盖恩家族以外的可能性 对他来说 母亲奥古斯塔宛如圣人 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也最要好的朋友 母亲的话就是圣旨 1940年 艾德之父乔治 死于常年酗酒导致的心脏衰竭 此时已经34岁的艾德 与39岁的哥哥亨利 开始到处打工赚取生活费 两兄弟都被社区评价为优秀可靠的劳工 艾德经常接下保姆工作 照顾小孩 害羞的他竟然十分喜欢小孩 是个可信赖的好保姆 亨利比起艾德更加勤劳一点 活跃一点 他有时候会接下离农场更远的工作 做各种形态的劳动 艾德很崇拜亨利这个哥哥 两兄弟平时相处也很愉快 但有一点让艾德不能接受 那就是亨利 竟然对艾德与母亲的关系 提出批评 说他们太亲近了 亨利没有像弟弟一样崇拜母亲 他跟离婚妇女交往 甚至考虑同居 他想要逃离奥古斯塔的极端控制 还劝弟弟也要想办法独立 逃离母亲 但对把母亲当全世界的艾德来说 亨利的想法跟举动太不可思议了 身为儿子 怎么能有反抗母亲的心思呢 这一点严重刺激到了单纯的艾德 1944年5月16日 该恩家族发生了一起悲剧 亨利与艾德在焚烧农场的杂草 结果火势失控 引来了消防队的注意 扑灭火势之后 艾德通报亨利失踪 不久之后 消防队便找到了已经身亡多时的亨利 但奇怪的是 亨利并不是被烧死的 验尸官发现 他的头部有一些瘀伤 这很可能才是他的真正死因 但害怕麻烦的警察 最终却决定将亨利之死 以缺氧窒息结案了事 排除了谋杀案的可能性 然而 这是因为当时他们还不知道 艾德盖恩日后的所作所为 更无法想象 这位彬彬有礼又腼腆的男子 很可能在此时 犯下了第一起杀人案 无论艾德是否杀了自己的哥哥 他与母亲的紧密生活 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了 不过人无法干预他们 上帝可以 在亨利去世以后 奥古斯塔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 未婚同居的邻居 更是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奥古斯塔也因此二度中风 在1945年12月过世 他的死不仅夺走了 艾德盖恩的最后一个家人 也让艾德的世界 从此失去了方向 艾德失去母亲之后 截然一生 独居在普兰菲尔德的农场里 虽然会跟邻居来往 但却缺乏可以撑得上朋友的对象 镇上的人会找他帮忙农活和劳务 艾德就靠着这些工作 维持他的生活 在社区邻居眼中 艾德盖恩是个温和有礼貌的人 不管请他帮什么忙 他几乎都不会拒绝 他虽然孤僻又内向 但除了外表一点邋遢 并没有让人感到不快之处 他们并不知道 在这个平凡好好鲜事的外表下 藏着怎样的黑暗面 艾德非常喜欢阅读残酷 暴力的文章 比方说描述恐怖纳粹暴行的故事 或是新闻报道中的残忍谋杀案 死亡与暴力 成了孤独的艾德心灵慰藉 他如果不是在想念他的王母 就是在阅读这类故事 如果只是阅读讨论 那倒也没什么 问题是艾德的精神状况 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 似乎一直朝着某个方向恶化下去 在内心的孤独和对母亲的极度思念下 艾德原本对女性的好奇得到释放 但他内向孤僻的性格 以及母亲昔日的训诫 使得他不敢和活人打交道 他更喜欢和刚刚下葬的女性尸体打交道 于是他开始把那些去世不久的女性遗体挖回家中 有时候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尸体 沉迷于死亡的魅惑 但有些时候 他却会把与他母亲铁型 外貌相似的中年女子遗体带回家 剥下她们的皮 将之制成家具或纪念品 更有甚者 他还计划要做一件 以人皮制成的外衣 以满足他变成母亲奥古斯塔的幻想 而享受过这种快乐的艾德 也开始把魔爪伸向活人 就这样 他残害了酒馆老板娘玛丽霍根 和五金店老板娘伯尼斯沃登 警方在他家中 至少找到九个女性外音部 每个都被脱水干燥过 其中一个还被涂上银漆 绑上红色缎带 另外 也有许多的性器官部位 虽然艾德的谋杀盗尸行为 与其异常性欲不无关系 然而艾德却否认自己跟尸体发生性行为 因为他们太臭了 艾德盖恩承认自己杀了玛丽霍根 和伯尼斯沃登 但稍后又说 自己不记得案情的性结 他可能是想要脱罪 但更可能的是 他真的疯了 尽管警察在他家找到众多人体部位 却无法判定 他到底是否杀害 霍根跟沃登之外的第三人 只能以这两期名案起诉他 在1957年的第一次审判时 他被判定罹患思绝失调症 因此无法受审 而被关进威斯康星州的精神病院 直到1968年 他被判定恢复到可以接受审判的程度 但又因为他犯罪时明显精神异常 先被送到犯罪精神病院治疗 后又转送至 位于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的多门塔精神卫生院 期间 他多次被评为模范病人 他对手工一瓶制作 总是充满激情 每次总是高质量 超额完成任务 在精神病院里 艾德悠闲地走完了余生 1984年 70多岁的他死于癌症 被埋葬在母亲身边 活着的时候 艾德始终被母亲控制 并依赖母亲 死后 依然陪伴在母亲身边 母亲不仅孕育了他的肉体 也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人生 他没有受到法律惩罚 但他的一生 始终在接受母亲畸形之爱的惩罚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尼希案件 平百味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